那那個下一場的talk是如何在prevd 加木屋下安裝軟體 那這個聽起來可能覺得很奇怪 就是為什麼要在那個加木屋下裝軟體啊 那其實就像那個上一場說那個如何編一個pose嘛 然後編 pose 配音聚於pose的時候 它可以前面有一個stage gem 那其實這整套系 這整個打包啊 還有就是解開這個動作 其實都可以前面加一個preference 然後裝到那個某個地方 就是裝到測試的地方去 那那個蘭廷衛他也是在那個prevd 還有那個genome這兩邊都有相當多的貢獻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他 一 二 那就是 好啊 那就直接開始吧 就是你可能會說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把軟體裝在加木屋底下 你有比 你在prevd 下已經有PKG 有PORSE 那 通常你會需要把軟體裝在加木屋底下 可能有兩種需求吧 一種是 例如說PORSE的版本就剛好不是你要的 或是你其實你不僅是當作那個軟體的使用者 你還是他的開發者 那這時候你可能就會經常的需要去更動那個版本 一直重複編譯安裝測試這樣 那這個情況下 如果你能在自己的 自己的加木屋底下操作 通常會比經過PORSE每次跑一大堆的流程來的方便 那首先最簡單的就是 你拿到一包原石碼 你要怎麼把它裝起來 然後網路上你可能就常常看到有人 網路上很多部落的文章就會給你寫 Configure Mac Mac is low 但是這其實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Configure的預設是裝到USR local 那 你的PORSE也是裝到USR local 然後這很顯然就很容易造成兩邊檔案衝突 你也搞不清楚 你的這個東西到底裝了什麼檔案 那 所以 你可能很快就會想到 那我們加一個prefix的 prefix參數 那 這樣我們就把它移到自己的加木屋底下 但是 這還 這依然有一個問題 就是 假設你在這個prefix底下 裝很多很多的軟體 你還是不知道你的軟體到底 裝了什麼檔案 那 那這時候 大部分的Mac file都會支援一個叫做Dex.dir的變數 可以讓你把整個安裝的檔案整個翻出去 那這樣你就可以直接去看你的Dex.dir這資料夾裡有什麼樣的東西 來知道你這個軟體安裝下去到底是有哪些檔案 這樣 你事後在刪除在升級的時候 才知道要把哪些舊的檔案給刪掉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你一旦指定了Dex.dir變數 因為你的檔案就不是裝到你指定的加木屋下的那個prefix了 就不是直接進去 所以有些時候呢 有些軟體它可能檔案安裝好了以後 它要跑一些指令來 例如說建立鎖音檔 建立快取之類的 那這時候就變成你要在自己把檔案移進Dex.dir以後 自己去手動執行這些後續的指令 那當然前面這裡假設都是 前面假設的這些就是 如果你的那個專案是用AutoTour的狀況 那像是現在 你也很常看到有專案是用別的Build System 像是C-Mac跟Nason 那 其實狀況都差不多 那C-Mac不一樣的是 它不一定要用Mac 它後面可以接的是Ninja 那 安裝的時候其實方法也很像 只是 因為Ninja後面不吃直接 變更變數的參數 所以它用環境變數傳進去 那Mason其實也是類似的用法 那 很多時候 你可能馬上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你在Pose裡已經有那個軟體了 可是你不知道為什麼 你手動裝卻裝不起來 那這時候你當然就會很想要去看 Pose到底做了什麼 你沒有做的事情 而導致這樣的差異 那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很快的來看一個Pose 它裡面 的東西有可能 有哪些地方有可能會是導致這樣的差異 那首先例如說我們以 LIV RSVG這個Pose為例的話 你可以看到底下大概就是這四個檔案 那你直接猜也猜得出來 最重要的就是那個MateFile 那有些Pose 像是下面列的 手動裝不起來 但是Pose可以裝得起來的原因 結果那些Page當然就是去修改原始碼的 但是也要順便 也要順便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Page可以修改原始碼 但是它並不是修改原始碼的唯一的方式 你可以想到 有些人會用SED之類的方式大量改檔 就這件事情其實在Pose裡非常的常見 那首先我們把MateFile打開來看 那這一頁其實沒有什麼重要內容 大概就是你平常常看到的 Pose的名稱版本 還有它從哪裡下載 那它當然也會記錄相應性 那最重要的其實是USED這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看起來 你可能外觀上看起來它是一個普通的變數 但是其實它做的事情是 它會去Pose的MateUsers那個資料夾底下 把對應的MateFile都讀進來 那你MateFile讀進來 它當然就是什麼事情都有可能做 包含幫你加相應性啊 包含剛才前面說的SED改檔 像是這裡列的LibTool跟PageVix這兩個Users 其實就是會做這件事情的DomateFile 那最後這個port要能夠動 你當然要include的那個psd.port.mk 不然的話它就只是定義一些變數而已 那最後我們來看pkgplist的那個檔 那那個檔案裡面 其實打開來大概就有感覺 其實它就是列了 每一個port它安裝了什麼 就是你的這個port它安裝了哪些檔案 那 比較特別的是這裡 像是這個port底下有兩個關鍵字 PoseExec跟PoseOnExec這個 那它其實就是在做前面提到的 安裝過後 後續要執行的指令的這件事 那像這裡 就是說 有IBRSSD去安裝進去以後 你要跑個GDK PitchBuff Quick Reloader這個指令 那接下來就進入正題 就是 就是前面剛才我們已經看到 你可能用Configure 你的專案可能是從Configure開始裝 從CBank從Message什麼什麼 但是 其實我們還沒有考慮到一件事情 就是 你的 例如說編譯器啊 連結器 或是 甚至就是說你說Path之類的東西好了 它預設其實並不會去搜尋 你剛才指定的那一個 加目錄底下的位置嘛 那這時候你大概 就會需要設定一些環境變數 讓 讓 你系統上的程式知道 它現在要多搜尋的哪一個路徑 那這裡我們以JHBuild 它是一個拿來 開發跟測試 Gnome 桌面環境的工具 為例 來看它在環境上 它 它是如何去修改你的環境變數 來達到這樣的效果 那首先你想你在 編譯安裝的時候你要用到什麼 當然就是編譯器 像是C編譯器叫CC 那連接器 就LD 那還有就是你搜尋 搜尋外部函視庫 你可能需要PKG Config 然後你的專案如果是用CMAC 也可能直接是用CMAC內建的機制 那執行時 最基本的就是你要找到執行檔要改Path嘛 那你找到函視庫要改LD Library Path 那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程式 本身就是 例如說Main 它要去搜尋Main Page之類的 那這類的程式你就要告訴它 如果是本來裝在系統上 你就要多告訴它 我現在有加募錄底下這個路徑 你必須要來搜尋 那如果是你 本來都裝在加募錄下的 那你就變成是要告訴它 我系統上還有別的路徑 你需要搜尋 那這樣聽起來你可能會覺得 那我們要設定的話 如果每一支程式 我們都要為它設定一個環境變數 這樣是不是 設定的東西就會變得超多 那還好 現在應該有蠻多的程式是支援 XDG Based Directory Specification 這一份文件裡所說的 那些通用的規定 所以很多時候你其實只要設定 底下這兩個環境變數 就完成了 那再來是 欸這個跳步好了 那再來就是 像前面說的 我們要把參數傳給編譯器跟連接器 那你要如何傳 因為那些指定其實都是 你的Build System產生的Matefile之類的去執行它的 所以其實你就是要 通知你的Build System 你要加入哪些參數 那其實很多 很多Build System 後來出現的其實都 會盡可能去相容 AutoTours 那所以我們就 簡單看一下 AutoTours會 看哪些環境變數 其實我們這裡 跟路徑有關的 大概就是兩個 CPT Flags 你可以看到 減I後面可以接 就是要搜尋 C標頭檔的地方 那LD Flags就是 接額外 找尋 函視庫 就是那些點SO檔的地方 那 C++的狀況其實也差不多 欸 為什麼 那AutoTours它 看到這些變數 看到你設定這些變數以後 它會如何使用呢 那一般 最常見的 使用的方法 其實就是直接把它 接在專案設定的 那個變數的後面 所以這代表的 如果有搜尋路徑的話 專案自己的路徑 會優先被找到 然後你 你自己設定的 會是後被找到的 那有一個 這其中有一個小狀況 是CMAC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不喜歡看CPT Flags 所以你可能要把這個 你如果遇到那個專案 是用CMAC 你要自己把CPT Flags 你的東西 傳一份到CPT Flags 或是 CXX Flags 之類的地方 首先 來看最簡單的環境變數設定 就是 PKG 前面說的你找 韓式庫可能需要PKG Config 跟CMAC 那 這 沒有 沒有什麼太過特別的東西 其實就是 看你的Prefix 你加入一下的 安裝路徑的那個Prefix 設在哪裡 就這樣設定上去就好 那再來我們看 你要如何告訴C編譯器 你的標頭檔放在哪裡 那 你可以看一下man page 其實有分這四個等級 不過事實上 很多時候其實你 並不需要手動去給這些路徑 因為 專案本身如果他是用PKG Config 去找外部韓式庫的話 那 其實PKG Config 就會把那些-i的參數都找出來了 那有些 沒有用PKG Config的韓式庫 那你可能就要自己 把那個include的路徑加進去 那 因為-i是最高優先的 那有時候 我們會覺得 我們加進去 為了避免順序問題 我們加進去的 會讓它降一級優先程度 就是 你看到前一頁這裡寫的 -i system 或是 -include path 之類的環境變數 那 你可以看到 像是 PORTS 它就是用-i system 那jhBuild是 為各個語言去設定include path這幾個 前面我們有提到 就是 搜尋路徑這個東西 除了你該搜尋的地方都要列出來以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順序問題 就是 你 該要先被找到的東西 它 它就該先被找到 它不可以順序整個反過來 那 在標多檔這個狀況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 不太 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因為 你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 韓式庫 其實他們會把 自己的標多檔 他們不會直接丟在include的底下 像是 ATK會 多加一層 ATK之1.0 那這樣就可以避開 多個韓式庫都共用了同一個 路徑 然後 順序可能跑掉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你要塞進LD Flags的東西 就是 傳給連結器 找SO檔 那這個就 ANPAGE打開其實相對單純很多 大概 你用到的就是 減大L那個選項而已 那跟前面很像 其實大部分時候你的那些 減大L的選項 PKG Config就會給你了 那一樣 你遇到沒給的也是 自己 自己用LD Flags設定上去 像是這個樣子 那這有一個 那 那 但是跟 前面講搜尋標頭檔的地方 有一個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你可以發現 剛才 標頭檔大家都 通常會放在 自己的獨立的資料夾 但是你可以看到 同樣那兩個韓式庫 韓式庫其實都放在相同的資料夾 那又造成了一個問題就是 當我依賴了一大堆的韓式庫的時候 那我應該是先 那 我就有一大堆的減大L參數 在我的命令列上 那 我到底 該怎麼去排列這些參數 它才會是想要的結果 那 例如說 假設你完全不做任何處理 你就直接把你要的韓式庫 全部列給TH Config 那你會發現 假設Harshbox是安裝在你的夾目錄下 PNG是裝在用Ports裝的 那你就會發現 你兩個順序調換一下 那個減大L的參數的順序就錯了 那一個是 那 你把東西裝在夾目錄下 你當然是希望 所有東西在搜尋的時候 都要優先搜尋你的夾目錄嘛 那 所以你就會看到 上面那個是 我們預期的行為 下面那個就是 我們 預料之外 錯誤的行為 那 這個問題你怎麼解決 事實上 我們前面剛才有 有提到 我們設定了 LD Flags 給那些沒有用PGH Config的 的韓式庫 那 實際上 我們設定LD Flags 它還有另外一個用途 其實是 幫我們去修正這個 這個順序 那 那 當然 也有另外一些Build Systems 是覺得 如果減大L的順序這麼難搞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去把 點SO檔的路徑 通通挖出來 這樣就不用搜尋路徑了 那 可是 這有個問題就是 每一個作業系統的LD的行為 其實不太一樣 就像你看到 你這一般的 作業系統上 可能都會有 點SO 然後後面沒有再接 版號的檔名 沒有再接 那 但是有些系統上 其實這個東西是不存在的 然後你就要去為這些系統 你的Build System 其實就要去為這些系統 多寫很多的程式 那我們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Build System 它在 大部分的Build System 它在排列 那些 參數的順序是 它會先放內部的 再放你的LD Flag 再放 最後外部 就是PH Config 迴傳過來的這些 所以你可以 看出 一旦我們LD Flag 塞下去以後 你外部的 那些怎麼排 已經沒差了 因為 -大L 它迴傳的東西其實就是 我們LD Flag 已經寫過了-大L 所以我們LD Flag 就贏了 那再來有一個 小問題 就是 韓式庫這東西 它本身裡面還可以記錄說 就是 它還依賴了別的韓式庫 例如說 我們可以用REIT ELF 看到 FreeType這個韓式庫底下 它還依賴了BZ2 依賴PNG 這樣 那 那 當你是在連結一個執行檔的時候 GNU的LD 它會嘗試去把這些相應的韓式庫也都找出來 那 它如何找 你可以直接去看Main Page 然後你會發現 看到一個超廠的清單 這大概沒有人會記得的 那直接說重點的話就是 前面我們剛才提到 你直接依賴的是用-大L 那 這些間接依賴的 主要就是用 看你命令列上的-R Path跟 的參數 還有 LD Library Path的環境變數 那有些時候你會因為這些 這些參數沒有搞定 然後 你就搞不清楚為什麼 你收了一堆Undefined Reference 那這時候 直接把-減Verbals加下去 請LD告訴你它到底開了什麼檔案 應該是最容易的 那 再來 順便要談一個問題就是 用AutoTours的專案 通常會用一個叫LibTour的 超大型的 總之就是一個上萬行的 Salescript來 來編譯韓式庫 那LibTour有一個 它自己格式的檔案叫.la 那這東西 它內部使用其實沒什麼問題 那比較大的問題是 如果這個檔案被安裝到 系統上了會發生什麼事 那LibTour的習慣就是 它看到.la 就會覺得是內部韓式庫 那所以就會變成 你本來是安裝在系統上 你期待 它優先順序比較低的 那些外部韓式庫 可能就因為LibTour看到了.la 然後就把它當內部 然後整個順序就跑掉 你可以看到 例如說這是我們 預期的狀況 LD Flex 假設它這個城市 沒有內部的 依賴內部的韓式庫的話 LibTour其實就直接決定了 搜尋順序 那這時候假設 GMP 它有.la 檔 裝在系統上 沒有刪掉呢 那有一種狀況就是 LibTour可能就直接把它當內部 所以直接把它搬到LD Flex的前面 然後 連帶來造成你後面的Pango 從錯誤的資料夾找到 那另外的狀況下 是它可能覺得這是內部韓式庫 所以你執行的時候可能會需要R Path 所以它就自己幫你加了這個東西 那這導致的問題就是 Pango如果它依賴了其他的 像這裡可以看到我們Pango 是裝在自己的家務錄下 那如果它依賴了其他的韓式庫 像這裡看到的Frivili 也是需要我們裝在家務錄下的版本的話 你一旦加了這個R Path 它就改到你的USR Logo去搜尋了 那一直你可能就收到了這些 Undefined Reference的錯誤 那你可以看到 你加了簡簡Verbals LD會把它開過的檔案 一個一個列出來給你看 下面的 這個是正常狀況 它就是從你家目錄下 找Lib3VD-SO 那這個就是錯誤 你如果被它多加了那個東西 那它就從錯誤的地方 找到那個檔案 那你可能會說 那我們就直接看到.LA檔 出現在系統上就把它砍光就好 但是狀況 事實上狀況又沒有那麼的簡單 因為Lib2O有一個 Lib2O這個專案 本身除了它自己那一個 換行缺用scriptor 以外 它還有一個C韓式庫叫LTDL 那有些專案會用LTDL 來幫它做類似DL Open那類的事情 你如果用LTDL來動態載入韓式庫的話 你是需要LA檔的 所以就變成 大部分情況下 你真的看到LA就砍光沒差 那少數狀況下 你可能需要保留 那像是在 JHBuild的基本上 可能是因為 可能專案底下沒有人用LTDL 所以它都是無條件砍掉 那PORCE的話 就有 你在寫 users等於Lib2O的時候 你後面就可以帶一個 keepLA的參數 來讓它留著 那接下來 就是編譯時期的路徑問題 我們大致上 都講完了 那接下來就是看 你執行時期 會遇到 執行程式的時候 你會遇到什麼狀況 那 這個應該是最簡單的 就是Path 你平常都怎麼設定 就怎麼設定 你反正就是把 那個prefix塞進去就是了 那再來 再來就是 搜尋韓式庫的路徑 就是 搜尋那些.so檔的路徑 在執行的時候 那 你可能就是用 LDLibraryPath 這個環境變數 不過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LDLibrary 就是你的Round-time Linker 在找韓式庫的時候 LDLibraryPath 跟它的預測用意 並不是唯一的來源 你的執行檔裡面 你的執行檔或韓式庫 那些EOF檔裡面 其實 是 本身是可以存路徑的 那 主要 它存的路徑 就是用 DTR Path 跟DTRound Path 這兩個東西 那 可以看到他們 這兩個的搜尋順序 一個是在LDLibraryPath之前 一個是在之後 一個是在之後 那 R Path 整個表上面的第一項 R Path 後面 掛號了一個 deprecated 原因就是因為 它不能被LDLibraryPath 蓋掉 那 所以 很早以前 ELF 就覺得 這不是個正確的行為 但是 實際上現在幾乎 每個系統 其實都還是有支援這些東西 同時支援 R Path 跟R Path 那 R Path跟R Path 產生的方式通常是 你在 執行LD的時候 你給它一個-R Path的參數 那 它就會把它寄在 產生的執行檔裡面 寄說 我執行的時候 除了 除了 剛才那些環境變數內建路徑以外 要多去這個地方找 那 那 R Path 跟R Path 是 如何決定要 該生成哪一個 那主要是用 一個 LD的選項 叫Disable New Detect 跟Enable New Detect 來決定 那 這個預設值 可能就跟你的LD有關係了 那 在FreeBSD下 你透過 CC去 去執行 執行 到LD的時候 CC 預設就會 傳Enable New Detect 進去 那 那就代表它 產生的會是Round Path 它是可以被 LD Library Path 環境變數 可以覆蓋的 的東西 那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用像是 Read EOF CHR Path 或是Patch EOF 這類的程式 來查看 或是修改 你的執行檔 或函視庫裡面 儲存的這些路徑 那 通常 我個人覺得 最有用的 應該是Patch EOF 啦 只有CHR Path 它其實有個限制是 你新路徑 不能比舊路徑長 那Patch EOF 會幫你做一些 其他的事情 來解決這件事 聽起來 如果我們只是把檔案 安裝到系統上 這其實好像一切沒有什麼問題 那現在問題在於說 有些程式 你是在還沒有安裝到 你的系統上的時候 你就需要去執行它 例如說你可能 這個程式 會有一些 產生Code的工具 那你可能會先編譯它 或是產生文件 之類的 那這時候有個問題就是 這些沒有安裝到 系統上的檔案 它馬上就要被執行 那我們一般 還當然會期待 它搜尋 韓式庫的時候 要先優先搜尋 我們這一個 專案底下 自己的那個 目錄 然後再來才是搜尋 你的家目錄的 prefix 然後再來才是 port那些 那LIVtool解決這個 問題的方法是 它就不直接把 執行檔放在 你指定的位置 而是用一個 shalescript的wrapper 那那個wrapper 你可能就會幫你 設定好 LDLibrary Path 讓你可以 直接執行它 那當然這也造成一些 小小的不方便 例如說你 你真的是在 做 你做的事情 是真的要 直接碰到那個 執行檔的話 你可能就要多加這個 LIVtool-mode 等於Execute 這種東西 你才能直接碰到執行檔 那 LIVtool是 AutoTools用的 那我們還有 cmake跟Mason 那 cmake跟Mason 他們並沒有 做 shalescriptwrapper 這件事 他們 是 直接 在你編譯的 在你連結的時候 自己 幫你加 rpath參數 然後指向 你 正在編譯的 這個專案的目錄裡面 那這有一個問題 就是 3BSD 預設是用 enabled newdetect 所以產生的就是wrong path 它會被 你 環境裡的 lg library path 蓋掉 那 所以你很有可能 就會因為 你裝在prefix裡的版本 比較舊 那 你正在編譯的這個版本 比較新 然後你就收到了這些 undified simple之類的問題 那 目前這個問題 cmake跟Mason那邊 其實都還沒有什麼 好的解法 所以就變成 遇到這狀況的時候 可能要手動去處理它 那 最後 就是 一些雜項的變數 那 這是我們剛才前面 已經看過的 xdg-based directory spersification裡面 規定的 其中兩個 用來指定搜尋路徑的 變數 那 它沒有什麼特別的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 再來還有就是 你如果是用桌面環境的話 你可能通常 常常會有 會使用到 dbus 這個 ipc的 這個服務 那 那 dbus 搜尋服務的路徑 也是看前面 就是前面那個 xdg 所規範的那些 那主要 要注意的就是 你的程式 如果是藉由dbus 叫起來的 那 你的那個 xdg-data-dir 的環境變數 就一定要讓你的 dbus dman 看到 那 這裡是 man 跟info 那 info其實算是蠻正常的 那man 就是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這裡 我們多加了一個 man path 在最後面 因為 previewsdman 只要看到 你有設man path 他就不收他自己原本 該收的路徑了 那 所以 我們需要手動把它加回去 那最後 就是 剩下這些 前面其實我們 剛剛看到的 那些變數 其實都是 jhbuilder 會幫我們 其實那些 就是 也都是jhbuilder 會去設定的變數 那這裡就是 剩下的 前面沒有提到的 其中一個比較特別的 大概就是python path 因為他同時會被 python2 跟python3 使用 所以 你如果把它 例如說你把python path 指到python3 那你python2的程式 就爛掉了 你指到python2 python3的程式 也會爛掉 所以 jhbuilder這裡選擇的 做法是 他指向的那個路徑 裡面只放了一個 site customize 的模組 然後 在裡面寫python code 去動態 改 那個sys.path 那 最後我們來看就是 安裝完成後續執行的指令 就是 假設你 你安裝很大量 你手動安裝很大量的東西 可能10個20個甚至上百個 你可能根本就不記得 你可能沒有去看那些 makefile到底 裡面都執行的哪些後續指令 那 pores跟jhbuilder這邊 都個別提供了一個比較簡便的方法 就是 像是pores有了keyword目錄 你可以看到他 就是有一些預先寫好的指令 那triggers jhbuilder的triggers 我們可以在這一頁看到 就是 他做的事情其實也蠻簡單的 就是他用regulate expression去 去配對你 這個軟體安裝的檔案 如果中了 像是 像是第一項 他看到有 你的這個軟體有安裝了 點desktop 點desktop的檔案 而且是在share application 這個資料夾底下 他就幫你靠update desktop database 其他下面的也是一樣 總之 我覺得啦 結論就是 前面我們設定這些環境變數 他能夠正常運作 其實依賴了很多我們的假設 那 如果 你不用現有的build system 而是你決定要自己手刻 那很有可能這些假設就 就沒有被考慮到 然後你可能就會 遇到 遇到其他人 一直來跟你回報問題 然後 然後 包含 可能在ports裡 打包這個軟體的人 可能也會跟你抱怨之類的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 沒事不要手刻 makefile 然後 也不要沒事 自己發明一個build system 因為通常 這東西一做出來 bug都 很多 除非你真的 有 明確的知道有 什麼樣特殊的 你自己做一個這樣的東西 有什麼樣的好處 好處 那還有就是 其實光是你要編譯一個.c檔 你可以看到我們前面就考慮 很多 像是 cpp flex 然後這些先後順序的問題 所以 然後還有包含 後面的 LD library path 你執行的時候 LD library path 跟 run path r path 這些的關係 所以 所以 其實 在你有 依賴外部韓事故的情況下 你光是要正確編譯 跟執行一個.c檔 其實 都不是 一件 非常容易非常直觀的事情 然後 這個講題差不多就到這邊 然後 最後一頁大概就是 你可以在網路上找到我的地方吧 這其中有一個連結 是J Attribute on FreeBSD 其實 算是一個 從 2013年底 2014年初 我們開始 嘗試 在 FreeBSD上 經常使用 Gnome J Attribute 這套工具 來持續的 測試 跟 就是 來持續的測試 Gnome 有沒有 例如說 可能根本編不過 或是直接上的問題 那 這一個是 我們的 Wiki 頁面 如果 你有興趣 也想要在 FreeBSD上自己編譯 自己從 上游的 Git編譯 Gnome 桌面 並且執行的話 那 也很 歡迎 共同來編輯這個頁面這樣 那 這 這 題目就到這邊 這邊 有什麼問題嗎 好 那如果大家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 謝謝那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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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